甘肃大旱已经持续半年多 村民用水窖存余水 想办法把谨慎的水资源做最大利用 这个水就是云南卫生口的吗 就是 这个是洗好锅子 洗好养衣的 这个水不能浪费 就是舍不得泡 洗完锅子的水用来喂养 洗菜用水也不能浪费 还可以再重复利用 如果是喝的 只能花钱买自来水 大汗严重 已经有17.8万人饮水受限 农作物有122万亩地受影响 村民苦不堪言 正常含水量应该要超过16% 但现在只有12.5% 面对灾情 消防部门调动15辆消防水灌车 而汉情也同样出现在河北山东 按照现在情况呢 就是必须浇水了 年日不下雨 农民只能自己浇灌 保持土壤水分 山东一区14个月中 只有降水379毫米 大中型水库接近干涸 4月中将会先从黄河英水 戒掉6250万立方公尺的水 只能盼望快点下雨 舒缓灾情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